北京公交馆现在是处于市运营期间 开放的时间是周一周日闭馆 平时是上午10点到11点半 限100人 中午清场 注意中午清场 下午3点到4点半 限100人 周六是早上9点半到11点 中午清场 下午是1点到3点 2023年12月20日起 网上通过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号可以预约 不过估计未来可能会申请博物馆自己的微信号 反正您现在在公交集团的微信号上就能网上预约 进入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号首页 您点服务 然后您点北京公交馆预约 出现了参观须知 同意以后会要求您绑手机号 绑定以后才能到个人预约 点个人预约以后 可以看到提前7天预约 0点开始放票 本周二可以预约下周二的 本周六可以预约下周六的 如果您不提前预约的话不太好预 但是也可能有人会退票 所以您多刷出 也可能会刷出来最近两天的票 您点加号就是录入参观人的信息 点名字就可以选中参观人 您最好提前先把参观人的信息录入 然后您点名字就是选中参观人 一个账号最多帮五个人预约 14岁以下不能超过三人 孩子也是必须要预约的 您选好参观人以后 然后点个人预约就预约成功了 北京公交馆是在公交大厦旁边的马观营场站 我有详细的交通攻略 您从这个口进去 然后再从这个门进去 过了闸口合眼身份证 成年人家长一定要带身份证的元件 孩子可以带可以不带 但是必须要有预约 过了安检会给您发北京公交馆的纸质门票 可以盖章留念 冬天冷游客会集中在大厅中等待 快到10点钟的时候会分批放游客进入 因为要乘电梯电梯并不大 乘电梯到了三楼 出来就是公交馆 如果您觉得我的攻略对您有所帮助 请支持一下看看我的橱窗